屏東潮州長春路 中午晚上用餐時間 每天準時兩次大潮 要等至少半小時喔 對 等我一下喔 點單到40號 然後出餐還滿還很久 對 出餐到25喔 對 洶湧人潮 翹首盼望的 就是這麵好 湯濃肉大塊的 正宗川味牛肉麵 平均要餓上一個小時 才有讓人心滿意足的 飽滿上塊 超級棒 其實我每次吃牛肉麵 都是不加肉 但是這個吃起來不會讓 下次我還是會點有加牛肉的 肉質很無佳優女處長成那個味道 很柔軟啦 然後麵條它是比較硬 好像在跟親人鬥嘴一樣 一直嚼一直嚼 湯頭是有朱之清的背影的味道 7號 前場人潮的口水快溢出來 後廠廚房裡牛肉麵達人 2013年台北牛肉麵節 南區分組日賽冠軍張偉明 老型宅宅 煮麵 夾肉 咬湯 不慌不忙 就恨店面不大 位子不多 沒辦法消化永來的人潮和前潮 能夠讓客人用腳用嘴投票 張偉明的本事絕對夠牛 每天一早刨丁解牛 肉塊厚度就跟機器切得一樣精準 做料理將近20年 從食材就清楚掌握細節 張偉明說 美國牛吃飼料 油脂較多 肉質滑嫩 適合拿來熱炒 澳洲牛吃草有草香味 纖維較粗 不容易軟爛 燉牛肉麵最好 而牛肉麵要出味就不能獨孤一味 煎子 樂條和牛筋三合一 才能創造多層次風味 牛腱吃起來 切起來 它的口感不錯 還有帶筋 牛那條不是 它是在腹部的肉 它有點香味 這兩個不一樣的 我還加牛筋 吃起來它有一種膠質 吃起來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滑嫩一點 牛肉處理好之後 下鍋用先前熬好的牛大骨湯汤燙 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步驟 也有達人細節 汆燙的目的是要把肉裡面的血水汆燙出來 如果說你滾水下去 你肉冷冷的一丟下去 它外表一緊繃 一縮在一起的話 那就出不來了 味道還是一種腥味 如果說你冷水下去 慢慢的加溫它 它會慢慢釋放出它裡面的血水 結果你在肉質上面就比較鮮明一點 牛肉汆燙完成 在洗冷水浴做三溫暖 蘊含香氣的樂條和口感出色的腱子 就可以下鍋泡澡 飽含豐富蛋白質的牛大骨老乳汁當基底 滲入新的肉塊 讓牛肉更香更滑嫩 大火那個肉就濁了 那個肉不會爛不好吃 我們小火慢慢的燜它 慢慢的保持它原味在這個湯汁裡面 而另一鍋老魯專門伺候頑固的牛筋 牛筋它的跟牛肉煮的爛的時間不一樣 牛筋要牛肉的一倍時間 牛肉我們大半都是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牛筋大概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它才會爛 所以說口感會不要 就是你一起煮的話不行 不能一起煮 做的是傳統眷村四川味 老魯湯由牛大骨 醬油 八角 花椒 肉桂等中藥組成 還不能漏了岡山豆瓣醬這一味 而豆瓣醬得要有甜有辣 要避免甜不辣或辣不甜 張偉明前後試了十幾個牌子 才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中庸之道 豆瓣醬的品牌全台灣有多少 每個都不一樣 它有甜的 它有辣的 它有偏鹹的 你不要選偏一邊 偏一邊 偏一邊 你只能做特定的顧客 你一定要選那個中間的 你要每一樣都去試 最後熬煮四個小時以上的牛骨湯 牛筋湯和樂條湯 一起混合成香氣多層次 口感超滑順的牛肉湯 就是張偉明手底 對偷客招手的迷魂撇步 牛筋的湯 比較會讓你的口感滑嫩 那牛肉呢 重香氣 牛筋 重口感 不只湯和肉很要求 張偉明連麵條都不馬虎 外面賣的不滿意 就自己動手DIY 每天早起兩小時做麵 連老婆都被潑下水 我當時也是有考慮過 可是沒辦法 因為老闆的堅持非常重要 他認為說一定要有個好的東西 推出來給顧客吃 會這麼龜毛 其實跟張偉明的軍人背景有關係 出身外省第二代 從小在眷村長大 18歲投筆從容 歷經野戰部隊的艱苦磨練 養成超人的意志力 從軍十年想在不同的人生領域自我挑戰 28歲尚未連長退伍 白手起家 創業賣自作餐 你軍人的生涯是一個階段 你階段完了以後 你人生有一個追求的目標以後 我覺得你該停下來 依然決然說趁來年輕 我朝這方面去做 因為大女兒愛吃牛肉麵 校女有名的張偉明工作之餘 不斷研究牛肉麵做法 帶著家人幾乎吃遍了全台灣的知名麵店 我退伍的時候才可以 我們為了吃一碗牛肉麵 那時候我是中立人 來回250公里 就為了吃一碗牛肉麵開高速公路 加入父愛當補料 17年來張偉明的牛肉麵 功力大增不斷精進 最終成就最家常 也最道地的川味牛肉麵 於是7年前自助餐店 轉型成為牛肉麵專賣店 生意搶搶棍 而這一碗滿滿誠意 爭騰的不只有對女兒的愛 也有對父親的思念在其中 父親要為了獎勵 你好好讀書 考試考第一名 我們就一碗再吃牛肉麵 你為了吃到這碗牛肉麵 你為了好好讀書 小時候住在台北二重眷村 十歲後搬到中立 一樣住在竹梨巴里 村子裡外甥伯伯賣的農政口味 是張偉銘一輩子難忘的成長滋味 他吃牛肉湯麵 我吃牛肉麵 家裡沒錢啊 我們那種年代 是不是 一個老軍人 一個月薪水還兩三百塊 那種感覺你就覺得說 這一碗牛肉麵 就是有父愛在裡面 我就 好對不起 爸爸上個月剛過世 等一下我等一下 牛肉麵對張偉銘來說 超越任何一種食物 參滿愛的成分 他說牛肉麵是半世紀以來 最能代表台灣的美食 有族群融合 有時代曠味 也有綿長交纏的動人情感 這碗牛肉麵已經不是說 口感好壞 或什麼 是一種台灣人的一種感情在裡面 跟我太太戀愛的時候 我們也是蹲在巷口吃牛肉麵 對不對 那種記憶 記憶就是從牛肉麵勾起的 來 六十三號 五 四 三 二 一 請破冰 2011台北國際牛肉麵節 是全時的印太北正式開始 精益求精 張偉銘持續鑽研 要讓他的牛肉麵走向精緻化 於是參加比賽 希望藉由和各路高手過招 節償補短 也打響自己的招牌 而已經舉辦了十年的台北牛肉麵節 就是全世界最知名的牛肉麵擂台 現在在很多地方賣的牛肉麵都叫台灣牛肉麵 真的 所以牛肉麵是把台灣帶進去國際化 真的 真的全都是台灣牛肉麵 台灣牛肉麵這個樣子 十年來台北牛肉麵節十神爭霸賽 誕生了十多位牛肉麵廚王 冠軍光環加持 讓得獎者錦上添花生意火爆 也吸引更多高手來這裡獲招比劃 很多飯店都有賣過我的牛肉麵 那我想說我這次現在自己出來開業 所以我可以出來比賽試試看 我第一次比 會不會緊張 會啊 超緊張 就當作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最年輕的參賽者 有沒有信心 有 要拿第幾名 第一名冠軍 2012年張偉銘預賽第一關就下雨而歸 回家閉關練功 隔年拿到南區分組預賽冠軍 2014年過關斬將 殺進決賽問鼎童燒組第一名 在這邊比賽會有進步 能不能讓自己的手藝更精湛 對 我很不服輸 因為是軍人的個性 有精神臉 對什麼事情都有一個執著 趁到底 軍人不服輸的個性 讓張偉銘在不斷試驗微調中 找到湯和肉的最佳烹煮比例 功力如火純青 這次連挑嘴的女兒都點頭按讚 看好連長爸爸奪下冠軍 我今天是看電視 對 看到新聞 然後講說今天有牛肉麵結 然後就趕快就約了朋友趕快過來這樣子 對 這麼久是牛肉麵 對 這是一定要的 超香的 一進來之後就整個肚子都餓了 哇 流口水 準備現場品嘗一下冠軍的手藝這樣子 好 這樣子 經過三個小時的考驗 最緊張的時刻終於到來 第三名 無名隊 胡師傅 恭喜你 擁有我們紅手左右面的季軍 第二名 五號 龐師傅 最緊張的時刻來贏了 我們的冠軍到底花過誰家呢 冠軍是 一號 張師傅 一號參賽者 張偉銘師傅 勇奪我們紅手組牛肉麵的冠軍 很高興 好 謝謝裁判 謝謝大會 好 這樣子 感謝 感謝這些 這個 心情很複雜 很高興 好 很高興 幾位呢 37 好 35 幾位 來 麻煩你麵座 對 九官軍都回來 把台北牛肉麵節廚王桂冠 帶回屏東小鎮 張偉銘名聲更加響亮 吸引許多外地客專程殺到潮州 一場最潮的在地美食 要吃他的冠軍牛肉麵 得要比以前更有耐心 他的麵很Q 肉滿嫩的 湯頭更不用說了 真的 好喝 等多久 大概快兩個小時 快兩個小時 快兩個小時 我11點大概五分就到了 抽到號碼牌 抽到50號 現在1點了耶 對對對 差不多 等了快兩個小時 值得嗎 值得 值得 好吃 好吃 面對每天湧進的人潮 接客量有限的張偉銘 限量中午晚上各80張號碼牌 一天最多賣500碗 不為了搶錢而打壞品質 時間到了就這樣會擴大 目前先把這個事情先做好 對不對 客人來不要說 砸到台北牛肉麵節招牌 這個難吃死了 不行這樣子 一定要好吃 這是我堅持 也有大老闆希望和他合作 開分店 搞加盟 但張偉銘不把個人賺錢 當成第一目標 希望他的牛肉麵讓潮州有錢潮 未來目標還是做出一碗好吃的牛肉麵 成為我們這個潮州 一些 因為潮州到墾丁是一個必經的路 對不對 那你能夠在這邊吃碗牛肉麵 來做個景點 這是我目標 做個景點 一下來吃牛肉麵 平價牛肉麵 一碗牛肉麵大口吃下 暢快滿足 回味的是兩代父愛 還有在地情感 牛肉麵廚王張偉銘為愛打拼 會繼續在潮州烹煮最牛最潮的好味道